还记得iPhone里面的照片应用吧 在相簿中会自动地把隐藏和最近删除的内容上述 你只有使用Face ID或者Touch ID 或者手动输入密码才能解锁 如果你需要把整个照片APP都上述 不想让其他人随意打开 今天来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给APP上述 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想要锁定APP 我们就需要用到iPhone内的快捷指令这个APP 打开它以后 点击中间的自动化 选择右上角的加号 创建个人自动化 接下来下拉找到APP这个 这里的意思 就当你打开或者是关闭 比如我选择照片这个 接着选择下一个动作 点击添加操作 在搜索栏中 进入锁定 选择锁定屏幕 下一步 再把运行前询问吧取消 这样整个自动化流程就设置好了 它的意思也非常简单 就是当你打开照片时 执行锁定屏幕这个操作 小鹏怎么样 我们来试一下 非常不错 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就让你把照片应用给锁定了 如果这时候有其他人在玩你的手机 点开照片时是会自动锁定屏幕的 只有你自己可以解开 当然它还可以支持多个应用程序 在你设置的时候选择多个你需要锁定的APP就好了 无需安装其他任何第三方APP 就可以轻松锁定你想要的APP 你的个人隐私由你自己掌控 如果你觉得这些对你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 一定给个一键三连 Youtube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打个小频道 我是小鹏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